通过女篮对阵法国队 现在比赛来到第三节 王莉莉的也在抢断 反击给到外线李梦3分9 三分短了一点 篮板球韩徐拿到 潘成奇救回来 外线金家宝 这个三分投进了 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52比41 领先11分 然后下半场中国队这边场上阵容内线 前方是韩徐和潘成奇 前锋是李梦 后卫是王莉莉和金家宝 比赛上板上两位打的也是比较胶着 在金家宝 三分投进之后我们也刚刚领先 打到两位数 第一节还是被法国队压着的 李梦好像是被对方撞得有点瘦张的情况 这次直接被对方推倒了 黄莉莉还是给韩徐转身直接起 这就给了打手犯规韩徐两罚的机会 韩徐转身内线的这个高度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两罚全中 给了一个后场球 这边是从中投 这个球直接投出界了 还是给了前场球 韩徐转身的这边 还能去封盖 王莉莉给到金家宝 又是空位的机会 这球歪了 又是给了法罗队的球权 下半场中队这个进攻效率算不上高 但是防的是非常好 法罗队还没有得分 这个提听的中头也是没有 下半场法罗队这个命中率下滑的也是很明显 下半场三分光光的进 下半场这种空位的中途都打不进 还是法罗队的球权 开成奇盖出界 这波进攻对方还有6秒的时间 篮板球还是崩到了法罗队的手上 还说篮板 刹起来造了一个犯规两次发球 召售了21st 拿手翻队 中队是1号叛征 翻球两次 拿网城 拿网城 王莉莉的一个阻挡犯规 这节中国队的第一个犯规 防这节的犯规数已经到第四个了 这次三分也是不近 又是一个抢转 王莉莉给到李梦 好球 差白打击 攻击转换这节打了很多 法队这节还没有进球 又是李梦的抢断 这次上篮没有含蓄好球 古篮打净 领先优势来到19分了 中队也是换了一套阵容 五上五下 现在内线是李月如和崔茫然 前锋是赵爽和王雪萌 后卫是假球轿 中队打球的人也确实是多 好球 哇这个球最后是压绍打进 保队这节也终于是进球了 我们也是很快的打了一个转换 二加一 在对方进球之后我们打成反击 这球确实是厉害 月如居然是跑在了快攻的最前段 没问题加法明诺 准备今天第一次领先优势达到20分 给了一个三分九的犯规 这方是获得三罚的机会 两罚发球阐线 三分线内 这五分线内 有些人错过了 准备 准备 再给王选萌 顺步突进来上篮不中 李二汝 推了赵爽的推人犯规 这球直接放到赵爽的手上了 赵爽直接抢断 李月如内传内被抢断了 赵爽籃半球 好球啊 王选萌回传给李月如 顺势的一个上篮打尽 赵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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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转身上篮漂亮 篮架这种一打一个单打 例如这个终结能力是非常强的 再一个随马杆 走步 再次吹了走步 到场又是一个抢断 反击上篮 飘着什么 掠入篮板球 比较王雪萌三分不中 李悦汝 路逐顺适又上篮 李悦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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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列连锦就换人 摆布列连锦就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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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赤 这一节单节我们应该赢了有17分也18分 现在领下25分了 贾球交不顶三分不中 来一下李贵如 不管是李贵如还是含蓄确实内线对方完全防不住 走步 第三节法队直接被打成了业余球队 各种失误投篮不进 这一节他们只得了7分 又失误了 第三节最后一共 压压时间 赵爽 给出来随梦然 再给赵爽 对方还留了8秒进攻时间 强特 将三节接住 装队领夹29分 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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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